土豆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蔬菜 里面含有膳食纤维、维生素、氨基酸 还有多种微量元素 所以呢,尤其是老人或者小孩子 一定要多吃一些 大家好,这里是慧妈,小薯良 土豆用来炖土鸡或者做薯条 都是非常的美味 几个土豆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好后给它装入碗中 然后加入数量的盐水 给它浸泡5分钟 这样不仅能洗掉多余的淀粉 同时还能防止氧化变黑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颗鲜椒 先给它对半切开 然后再给它改刀切成滚刀块 切好后给它装入盆中备用 再来一个红辣椒 直接给它切成小块 再来一小块的胡萝卜 直接给它切成凌晴状就可以 切好后直接给它装入盆中备用 葱白给它切成葱花 葱姜直接给它切成姜末就可以 再准备一块没人要的五花肉 先把这个猪皮拿给它细掉 不然会直接影响口感 然后再给它改刀切成薄片 切好后直接给它放入碗中 这颗洋葱有点大 我们切一半起来用就可以 然后再给它改刀切成薄片 前部切好后我们直接用手给它抖散 把它抖成细湿就可以 然后装入盆中备用 这个时候的土豆已经泡得差不多了 用手给它抓拌抓拌 然后倒出来控干水分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盆地瓜粉 然后再把土豆直接给它抓进来 沾一沾滚一滚 然后再抖一抖 这样子就可以了 把每一片土豆都均匀的裹上地瓜粉 然后装入盆中备用 瓜中倒入多一点的瘦拉油 用筷子试一下 从书线密集小泡泡后 就可以直接把土豆片一块一块的给它放入瓜中 土豆片刚放进去炸的时候 先不要动它 先让它炸个30秒 我们再用筷子给它推动推动 让它瘦肉均匀 我们再炸土豆的时间不一过久 大概60秒就可以 太熟的话土豆容易烂熟坨 瓜中留下一口油 再把料头倒进来爆香一下 倒酥香味后再下入五花肉 我们继续给它煸炒 把锻鱼的油脂给它扁酥来 扁到金黄酥碎 再下入一勺豆瓣酱 给它少出红油 少出香味 接下来就可以把新红椒 还有胡萝卜一起下入瓜中 给它翻炒 少至断生 最后我们再把炸好的土豆片 也给它倒入瓜中 继续翻炒 翻炒五六西班牙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再简单的调个料 加入一把白糖 中和一下口感 再来一丢丢的胡椒粉 增香 100粒的鸡粉 开到我们继续给它翻炒两下就可以了 哇太香了 这样子就可以了 光滑 直接把它倒在洋葱上面 倒再来点白芝麻 点缀一下 哇太香了 这样一倒 香片片的干瓜 土豆片就已经做好了 太香了 土豆用这个方法 做起来简单又方便 关键是这个口感 干香味十足 下酒又下饭 真的是非常的美味 尤其是里面的这些五花肉 吃起来酥香又酥碎 还有这个土豆片 吃上一口 外酥米糯 真的好吃到提不下来 里面有肉 有胡萝卜 营养特别的咸面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作法不错的话 就收藏起来 方便下次撒找 点击我的头像进来 还能看到 更多的美食视频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